我們明白從1992年到現在已經30年了 對 明年就是30年整了 然後一開始只是從南洋街的一個小攤子出發 然後到現在開遍了在全球四大洲 有15個國家 50幾個城市 那總 total 有350間的 哇 超多間耶 你怕喝不到 因為我要超過一年的日子了 對 那光是在美國就有125間以上 就是現在還陸續在開 那像去年跟今年那個疫情都一直肆虐的情況之下 但是 我們在美國還是持續開店 對 掌聲 掌聲 台灣的消費者呢 我們有16家店可以喝得到 對 台灣現在也陸續拓展蝦蒙 因為我覺得很棒的是 你們分布的很平均 因為有一些店家 太多 有些品牌可能南部沒有 沒有 東部沒有什麼 可是他們全部都有 是 我們連東部也有 花蓮現在也有 對 不怕喝不到 是 而且剛剛講的這個 在這個南洋街的小攤車巴基 其實有很多 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話 補習 補習的時候 你一定有喝過 對 還有一些 比方說像在新光聖夜的小攤 上班的櫃姐 對 也都有喝過 對 也都有喝過 我覺得Shirti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 我們今天可能會想說 我今天要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要買 就是買午餐的時候 然後去買一杯飲料 但是Shirti給你的感覺是 你走在路上 你就突然想說 我走到了一個好像初戀 喝過的飲料 你路過的時候 你一定要買一杯 它就是一個讓你 我覺得我們喝的不只是飲料 是一個回憶 美好的回憶 它是一個很棒的 美好的回憶 然後不僅是飲料 現在他們能放到這個 東南亞馬來西亞最道地的一個 媽媽黨的料理 是是是是 所謂的媽媽黨 這個名詞 就是馬來西亞語的一個 這個大排黨 夜市的概念 對 那因為我老闆就是1999年 去馬來西亞發展的時候 才發現當地的這種庶民小食 就是路邊攤 怎麼那麼好吃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帶回台灣 但是我們帶回台灣 所以他要把它精緻化 那如果精緻化 我們就在當地 請了一個超級讚的大廚 把他帶回來 對 打包帶回來 這個大廚可不簡單 來頭不小 他的爺爺曾經是 馬來西亞皇室的御廚 所以他等於是 御廚第三代 等於說他名家 就是一半傳承這樣子好手藝 然後我老闆就把他 很多人都有到店裡面去吃過 我有去過 店裡面的這位大廚 他就會在現場表演拉長 給大家看 對 然後他就會開始 嚴桌就是一杯一杯 請你喝看看 請你喝 那個是一個 桌邊秀的一種感覺 我們海鮮咖哩拉薩 海鮮咖哩拉薩 之前黃蜂也有去訂 外帶外送 外送 外送 我跟你講大家粉絲團 就是要好好的follow一下 他們自己的 那個媽媽黨的粉絲團 也要加入 因為啊 活動會在上面公布 因為這個外送買了一種 一到昨天 所以下一次什麼時候呢 我也不曉得 到昨天 要到下次才會知道 下次會覺得好餓滿 沒跟到 他們家的湯 他們家的湯 真的是我喝過第一名的湯 你就會想說 你想說看起來好辣 但是其實如果以一到十分的辣度 大概三到四分 其實如果你敢吃小辣 你一定敢喝 他們家的湯 他非常的濃郁 這個很濃郁 現在就可以吃了嗎 都會看 都會看 我現在好期待喔 剛才看起來好好吃 好餓 很濃郁 小心小心 我真的捨不得他到碗裡面去 很濃郁 然後 你就會想說 對 你就會想說到底是 放了什麼東西去燉煮 我也不曉得 因為呢 你感覺上他不是 他放了很多的海鮮 蔬果的那個感覺 怎麼會那麼濃郁呢 這有被 也濕濕了嗎 對 來來來來 下次我們可以拿你的這個 湯匙 對 他有一個 加了野奶之後 去中和那個辣度 對 喝進去的時候呢 他很特別的是 我覺得他的辣根 他的中和辣度 在辣在舌尖 以及舌根 然後你中間的地方 會出現那個野奶的一個香氣 你吃起來了 他的小卷 我剛剛第一個夾的是小卷 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我最喜歡在海鮮 夾小卷 為什麼 很多料理不好的 他會像橡皮 那種 是是是 我超害怕 搖不爛搖不斷 但是他們家的 我剛剛欽欽你講 很Q彈很脆 完全都搖不斷 問題而來 然後搖不爛 很脆 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鮮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料理面還有那個 蝦子 魚丸 兩隻蝦子 蛋 魚丸 還有這個應該是豬 還是鴨蟹 血類的一些介品 然後有半個蛋 然後還有一隻這個小卷 小卷 而且你有發現嗎 對 你撈一下 他們家的這一碗 世界級的美食裡面 有麵 油麵跟米粉 米粉 然後兩個是藏在一起的 對… 這是馬來西亞的傳統吃法 一個吃法 而且對台灣來講 這個兩種其實是一個不同口感 然後這樣一吃下去的時候 那我更有層次的感覺 我個人還有一個私房的吃法 我有跟孫瑋哥說過 就是你吃完之後 他會剩下一點點湯有沒有 是 把人家的白飯拿出來 飯飯 很多汗飯 日本人就會把最後的精華帶攪拌吃 非常的好吃 會失收 其實就是去吃的時候 湯可以多一點 然後就可以翻看 沒問題 很好吃 很好吃 對 好吃 我懂於說的 對 因為咬下去你本來覺得麵就是麵 沒有什麼 可能就出現一個 欸 椅粉在裡面 對 像另外一個盤子 對 感覺在旁邊 欸 這很特別 而且我真的沒有吃過吉他家 有這樣子 雙拼的感應 雙拼的主身 你喝一下那個湯 你的那個吃起來怎麼樣 你說 它那個很… 我有點嚇到 我剛剛咬下去 它是有點路口即化的那種 對 很嫩很嫩 我覺得很嫩 而且因為我剛剛覺得我怕說 會不會太辣 湯是不是很好喝 妳們第一次喝我們湯嗎 我第一次喝 她每個湯都吃過 然後我就立刻叫 因為我現在受不了 我要吃 湯很好喝 我跟妳講 很好喝 會停不下來的感覺 停不下來 大概除了玉米濃湯之外 我其實很少在喝湯 因為我個人不愛喝湯 可是他們家的湯 都在我旁邊的那一位同事 他就知道 我那天把湯喝到見底 見底 有一種 某一種拉麵的感覺 沒有 喝到底的時候會有驚喜 湯我們都知道說熱量其實不低 所以你願意為了突破熱量這件事 沒關係 我就輸一頭一下 真的夠好喝 你知道嗎 我真的非常好喝 誠心 推薦給現場 以及螢幕前的觀眾朋友 去媽媽當第一個坐下來的時候 先點湯 對 乾淨還是辣 不是 剛剛會不會講的真的是 蠻準確 它是辣在那個舌根 然後它蠻刺刺的感覺 然後其實愛吃辣的人 也很喜歡這種 但是你不敢吃辣的你也敢 也OK 那不是那種讓你直接衝上來 讓你喝的就是 你今天吃了一個很辣的東西 我馬上塞一口 躺在你的嘴裡 它有那個感覺 對 就不會害怕 對 就不會害怕 對 真的是 而且我覺得如果加工可以蓋好 一邊吃它 一邊喝飲料 哇 剛剛呢 森惟哥就跟我們說呢 這兩杯是他們非常非常紀念的 經典 沒有 包含那杯第三杯 前面三杯都是 又沒有手 他們有一個很賣破一杯的 珍珠奶茶 也賣破一億杯全球 對 就是我們的招牌珍奶 真希望2022年之後敲碗 可以就是現場 有更多的台灣人敲碗 敲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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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真的一定都要買一杯 對 然後這一個是 比較清爽型 如果說你那個 講的有健康概念 還有水果在裡面 霸氣 檸檬綠 它其實是一整顆 一整顆 霸氣柳橙綠 裡面是一整顆柳橙 是柳橙 你喝的時候呢記得 如果你喝的是檸檬 或柳橙都好 你用你的吸管去壓它 你就會越喝那個味道越出來 是是是 恰恰你想要現在是哪邊 我想喝珍珠奶茶 喝 喝之前咬一下 懂喝 歡迎先咬一下 對 然後剛剛第三次 大家準備要喝的時候 第三杯就是 爆爆水果茶 對 上次也來介紹的 對 他們非常非常貼心的 提供了這支叉子 你以為這支叉子是要幹嘛 剃牙嗎 吃水果 喝完的時候 把這些水果全部拿起來吃 而且他們的這個水果都是季節性的 你看 因為上一次來的時候呢 是以鳳梨為主 鳳梨為主 夏天的時候 對 然後這一次有芭樂跟蘋果 為什麼 一般水果茶都是切丁 你看他們 對 一整片 就是這個芭樂是 這是一整片的喔 是是是 你就吃吃喝完之後 馬上就可以吃了 我們裡面有六種水果 絕對不小心超級辣 而且啊 我好愛這種 杯子的那個 泡麥杯 對 因為啊 以往那個要把它撕開來 啊這個你打開以後 就真的是 水果就變成 它變成一碗甜點 甜點的乾一點這樣 對 其實啊 因為大安帝在媽媽打不遠 在吃媽媽打的時候 那個 帶飲料穿在那裡 可以嗎 從人家都不是 只准帶學生機 可以帶學生機喔 其實他們可以喔 我身材實料 那豐哥你要選哪一件材實料 豐哥 剛剛喔 除了這三個經典款之外 最左邊的兩個是 豐哥想喝新的 我想喝新的 或是芋頭扣 芋頭扣 對 你只要想要葡萄芋對不對 對 葡萄芋 然後這個是 跟你衣服很搭 對 打打一組的 我的要出幾碗 他的也要出幾碗 我這裡也要吃果肉 那喝之前也要搖一下喔 好 這兩杯是我們十月份 才新上市的飲品 對 你的芋頭有半杯 對 半杯芋頭 半杯鮮奶 我的這個會有搖過 不然它果肉也是很高 三分之一左右 對 很少靠給這麼多真材實料的葡萄芋 而且是紅肉的果肉喔 然後 等於是說葡萄芋綠茶 裡面還有一顆梅子 梅子有提味的那種感覺 大甲綠頭 大甲 我沒有喝得出來 我也不知道 好香 好香 如何如何油 好清爽 很好喝 而且大家不用擔心 葡萄油會有苦味或是 色味 對 有一些 就我們就不說是哪一家 但是有些的確是會有一些 色色的 它的葡萄油可能沒有選這麼好 然後甚至會有一些些 苦味代理 它的完全沒有 但是你直接吃 完全不會怕它 不會擔心說 太酸或怎麼樣 我在喝這個感覺 甜度沒有混高 但是一樣是不會 綜合掉那個味道 而且那顆梅子 是不是畫龍點睛 有有沒有喝到一點點 梅子的味道 感覺是這個 酸甜味 喝完甜的我們就要來 辣死你媽囉 它其實只是名稱為 辣死你媽 對對對 那所謂的辣死你媽呢 是馬來西亞語 椰漿飯的 音異 對 那辣死你媽這四個字 其實在馬來西亞 當地的華人也是這樣翻 並不是我們台灣人才把它 翻成辣死你媽 不是不是喔 對 是馬來西亞當地華人 也是這麼講的 那所以它 就是這一坨 椰漿飯 是小腿會不會給太多吃 五隻小腿耶 然後這五隻小腿呢 是用了人當 人當就是 馬來西亞的一種 乾的這個咖哩 然後當中裡面 也加了一些辛香料 就是跟一般的濕咖哩不同 所以他們稱之為人當 而這樣一起組成的這樣子 就是人當 辣死你媽飯這樣子 如果我先吃小魚乾會不會不禮貌 對 我先吃一看配菜 有OK的 配菜那種 對 我要選一個 你先吃人家小魚乾 小魚乾很厲害 我們有炒過 我們這個都有炒過 包括花生也都有炒過 對 這小魚乾很好吃喔 還有一個周邊商品店 對啊 我們有出喔 但我們出的還更多了 就是它不是只有單純的小魚乾而已 就是我們小魚乾裡面還有些 其他的醬在裡面 非常好吃一瓶一瓶都在我們店裡 有賣 有賣 而且大家應該知道小魚乾是非常營養的 去吃的時候 然後帶兩萬回家 真的真的 而且給的量好多 好多耶 好多喔 你看這小魚乾是給你炸粗耶 每次我們在吃那個堅果的時候 我都要跳出來 小蛋很傻 謝謝老師 你可以上去店面買了 直接吃這樣 全部都是小魚乾 我要上小 小腿來進攻 好小腿小腿 然後一定要載一下人家 我們還是先吃原味 先吃原味就好 因為它感覺已經偏式很入味了 旁邊那個其實是辣椒醬 好香喔 如果大家 希望再吃辣一點的話 就可以拌飯之類的 那如果不吃辣的話 哪來拌飯 對 就可以單純吃那個 椰漿飯就可以了 這小腿好入味喔 好入味對不對 而且很嫩吧 非常嫩 肉跟骨頭很容易 骨肉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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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坦島茶餐廳一起聯名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聯名呢 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是真實故事 就是 坦島茶餐廳的行政主廚 是我的好朋友 那有一天我就帶著他 來繡我們的薑香吐司 他一吃驚為天人 所以他就想到說 他要把那個薑香醬 拿回去 拿走 拿走 是不是 拿去到他們店 所以他們店裡面呢 坦島也有出一款 就是也是跟我們聯名 就是 但長相跟這個不一樣 就是 你們有你們 他們有他們的 是兩間店 都不一樣的 對 他們是 就是把我們的薑香醬 跟他們的冰火部分 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店裡面呢 就想說 那既然他們已經有了薑香醬 我們這一款呢 就不要有薑香醬 我們撒的是 上面是美露粉 美露粉 美露巧克力粉 就是 他們當地 就馬來西亞當地 一個庶民小吃 就是 給他們每一個小吃 都拿個杯這樣子 對 他們的美露 不一樣 不一樣 他們的比較老 對 我們家的美露粉 是馬來西亞進口 進口的 不是台灣買的 然後我們所有的美露粉 以外 在裡面跟在表面上面 都有淋上煉乳 所以 對 它更能巴附那個 美露粉 然後吃起來也會 更有奶香味 所以整體來說非常好吃 最過分的就是 每天限量 對 每天 而且還 我不知道他在他們那個 官網上面寫說 怎麼一個人限點一份 太過分 只能點一份 因為你不夠 因為每天限量十五顆 才十五顆 十五顆 我會講 那你只要做滿了 你一個人連一顆 都要點不到 一桌子點到一顆 那時候我跟POLO一下 幾點開賣嗎 要趕快去開 中午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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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點半就去準備 我去那邊等 因為這個POLO包 是每天我們 從他們店裡面去 拿過來的 是新鮮的 所以也就是限量十五顆 很用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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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